休息一个月 新泽西分会 重启食物仓储发放工作 从食物银行运来的干粮和罐头 排满整个走道 食物银行在上礼拜一听到 我们要重新开放的时候 就立即帮我们 统筹了6000多磅的食物 然后另外我们自己定了4000多磅 食物银行也说不用钱 新泽西在4月底 失业人口已经达到93万人 有更多的家庭即需要这份食物 也因为防疫 地点改在户外进行发放 可以看到我们志工的距离 都是维持两个桌子的长度宽 那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需要食物的人 可以领到食物 另外我们每个礼拜给他们两个口罩 家里有八口人的 弗瑞德是慈记的老朋友 他不只是领到食物和口罩 还有这份惊喜 谢谢 当是你的生日呢 生日呢 今天是生日 今天是生日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一整袋满满的食物减轻了经济的压力 熟悉的问候已让大家找回了互动互助的美好 但还希望王旺康有心仪美国报道 明天有 drying 建设计 说得快乐 卞虎 出回